我覺得這樣子的動作很明顯是威嚇 因為如果黎智英確實是私通外國的話 那你抓他公司的高層幹嘛 你抓他兩個兒子幹嘛 那這個擺明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不但下手不會手軟 而且我株連九族 連你公司連你的子女 我通通都抓 這次拘捕的事件可能會加深外界的疑慮 就是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可能會損傷到香港向來非常重要的民主人權 還有一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 可能在這一次的逮捕之後 更引發外界很多很多的一些疑慮 尤其是新聞自由非常的重要 對香港來說更是如此 那所以這次拘捕事件 可能會引發外界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可能會引發新一波的這種寒蟬效應 最典型的例子是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把它在香港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的編輯部 撤到首爾去 所以這裡頭大概是唯一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已經做了安排 而且這樣的一個安排本身 是在確保他們自己在未來做新聞下標題的某種自由度 跟他們在這方面的後台控管的權變 我覺得台灣民眾要仔細思考一件事 國安法裡面規定很清楚 你在任何地方設犯分裂國土罪 那只要踏上香港法律所及的國土 就會有可能遭到調查跟逮捕 包含了機船艦 就是所有香港港籍 它的國籍航空的這個土地 那上面就視同國土 所以你如果在台灣阻擋台獨 你踏上港龍 踏上國泰的飛機 那你就等於在國安法的籠罩之下 不要賭說你不會被抓 你連去香港的迪士尼玩 都算在香港的領土之內的時候 國安法是非常恐怖的一條法律 因為關稅取消之後 而帶來的可能潛在影響 那目前我們是有約列看到 因為畢竟香港的這個整個吞賭量 的確有下降了大概4% 特殊關稅地位的取消 的確會有部分的影響 那那個影響到目前為止來 以來相對於新加坡所在的 整個東南亞 香港的受害是相當相當的低 相對於新加坡 從去年這個反送中事件 到現在的確是在國際社會 尤其是香港過去 是一直是很重要的 這種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那會不會它的地位受到減損 那再加上美國川普政府 這一陣子有一些 一系列一些制裁的作為 可能會引起大家對於說 香港未來還能維持這種 對於一個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全世界重要的金融窗口 這樣地位會不會受到影響 的確是會有引發很多疑慮